中華隊 體財 中華隊 體財 蚵仔煎專賣店外頭滿滿人潮 把店給團團圍住 原來為了慶祝 林洋沛在巴林奧運奪下金牌 借用店家宣布 免費送出500份蚵仔煎 台灣隊加油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也看得很激動 就想說 好 那我們今天也剛好有空 就來吃個蚵仔煎 然後順便慶祝一下昨天得金牌 這個業者非常棒啊 怎麼說 就支持我們國隊 大哥大姐早安 這裡是簡家蚵仔煎 為了慶祝我們台灣 獲得羽球男雙金牌 我們將在10點 發放我們限量500份蚵仔煎 為了應付大批人潮 老闆動作加快 一次要煎4份蚵仔煎 原來業者在比賽前一天 就已經有這個想法 他們打進冠軍賽之前 就有這個考慮 其實我們在冠軍賽之前 就已經做好我們的宣傳看板 對啊 當他們都經得差哪 其實差點沒有 對啊 當他們都經得差哪 我們就馬上發出去了 全國的喜樂 因為林良在得了後紀錄 世界金牌 以求金牌 第三局很緊張 達到平手的時候真的是緊張 太開心了 開心 蚵仔煎 簡家蚵仔煎 平常都是早上11點才營業 上午提前到10點 員工在店門口張貼海報 許多長輩路過看到開始排隊 也跟著排 而業者說歡迎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也歡迎林洋沛 從巴黎回來之後 如果他們有這個容器來到我們店 我們保證 招待他五年 至少五年 五年之後 看狀況 搞不好他們下一季還會再出來 我們就繼續招待他們 這樣子 感謝林洋沛為台灣爭光 各地商家大放送 一起分享奪下金牌石的感動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